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选战倒数26天 中国又来帮台湾助选吗 网红波特王和蔡总统合拍影片 没想到被中国厂商解约 因为波特王称呼小英总统 这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错呢 波特王霸气拒绝 钱不赚也罢 双方解约 但是波特王在微博经营的 100多万粉丝 也被没收了 无法登入 中国怎么会这样呢 政治立场不同 连资产也要被消失吗 台湾人想在中国发展 风险有多高 难道都要背弃台湾 认同中国是祖国才可以吗 那万一不小心踩到地雷 要付出什么代价 韩国瑜抗议 这家中国厂商不对 呼吁政治归政治 这个经济归经济 问题是政治跟经济能分开吗 这是这家厂商的问题 还是中国政府的问题 那中国要求台湾 必须回避一切主权象征 才能够交流 想要当总统的人 能接受吗 选战倒数时刻 韩粉又出包 乱传着选票涂辣的谣言 说李静勇叫厂商 在二号上面涂辣了 中选会出面驳斥 韩粉现在是宁可信谣言 也不信真相吗 连脸书都发现不时的互动手法 将最大的韩粉社团下架 韩粉切了去洗板 这脸书的老板 祖伯克有可能是挺绿的吗 这到底是多大的仇恨力量 在背后驱动 而且继去年 柚子丢水库的谣言之后 现在有传出 嘉义金剑甘橘山 林国庆批了糟蹋农民的心血 被抓包造谣 这是去年蓝营选战模式 要继续复制吗 韩国瑜昨天缺席了 宁兰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引起外界的揣测 连副手张善政也没有来 韩国瑜北部放弃了吗 继爱情摩天伦之后 他提出新的政见 空中缆车 还有上周他提的 花东不限速单车公路 被在地人批愚蠢 韩国瑜现在是在选总统 还是在选市长呢 不过柯批他来助攻咯 他抢陈局债留高雄 害韩国瑜变成了落跑市长 韩国瑜说 感谢赞仙啦 韩科战线成型了吗 民众党是不是变成了小蓝了 选前的最新发展 今天的我们节目中 都有详细分析 先接下来宾 在我右手边立委是 民进党立委陈婷飞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王洁明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吴国栋 曾家好 大家好 在市国民党文川副主委 曾世伟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郑佩芬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王世奇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了 这YouTuber波特王 跟蔡总统合拍的撩妹影片 撩出了风波 跟这个波特王合作的 中国新媒体公司 就要求要删除 不然就解约 连波特王的微博账号 都被改密码 无法登入 自己国家的元首为总统 那这笔钱呢 不赚也罢 真的是贵不下去 来看VCR 总统我觉得你 如果再继续跟我 相处一阵子的话 你可能会变坏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想把你宠坏 难得亲眼看到蔡总统 网红波特王大展撩妹功力 逗趣互动放上脸书 短短两天就冲破 三百万次观看 波特王自豪人生成就解锁 哪知道才过24小时 就接到中国新媒体合作公司的讯息 中国合作公司要求 波特王立刻将影片删除 表明问题出在台湾总统 还说这非常严重 后续直接走解约流程 波特王团队执行长 Mars说要解约 但对方态度很硬 现在删除视频 YouTube脸书 所有平台都要删 Mars霸气回应 不可能删 凭什么要我们删 我们国家最高元首来参访 你合约有血 不能跟台湾总统拍片吗 有没有这么怕 波特王也在脸书贴文 总统两个字都不能出现 真的太扯了 还透露自己微博粉丝 一百多万人 直接被他们改密码端走 无法登入 不能称呼自己的国家元首 为总统 这笔钱不赚也罢 每个月损失不小 但我们真的跪不下去 第一时间看到很不舒服 是第一个他用命令的口气 第二个是总统两个字不能讲 这个在我受了教育的认知里面 是没有出现过的 民主在台湾是非常容易取得 可是在其他国家 非常不容易取得的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去正视的问题 因为这是很多人用他自己的生命 用他自己的时间 用他自己的甚至灵魂来换来的 对台湾社会来讲 是一个很难以接受的事情 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创作 那甚至于称台湾总统 也是很自然平常的事情 甚至连总统都可以聊一下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看到原本是一个轻松的影片 就是波特网这个YouTuber网红跟小云总统 合拍片子 那为什么会惹出风波呢 原因就在于波特网跟中国厂商有合作 那因为这个影片上架之后 那中国的厂商就马上透过这个 我们说这个网路 马上就来通讯了 他就一直Cue这个波特网 他就说波特台湾总统问号问号 你们现在能立马删除吗 当然他就说是觉得在微博没有发就当做这个没事吗 台独问号等等 麻烦看到后立马回复 那后来这个波特网这边就回复了 他说我们再确认一遍是否要删除内容 那波特网就回复了 不可能删啊 你凭什么要我们删呢 我们国家的最高元首来参访要我们删 那他就说呢 你合约有血不能跟台湾总统拍片吗 然后他就说你是卡到 有没有这么怕 你们那边这么可怕吗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家民间厂商会出现这样的反应 那波特网就说 微博呢直接就被改密码了 现在登陆进不去了 那他就说呢 这个每个月呢损失虽然不小 但是呢他们真的贵不下去 这笔钱呢宁可不赚也罢 那我们看到当然韩国瑜有这个回应了 他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 大陆厂商呢不要借此惩罚波特网 小英总统也回了 称台湾总统是自然平常的事啊 连总统也可以撩一下 中国行为对民主自由是很大的违背啦 政治层面我们先稍后谈啦 先请教名誉怎么看 现在波特网称呼小英总统 到底有什么问题错在哪里 为什么这家中国厂商会这么紧张呢 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的是中国大陆啊 而且他们两个对话当中 有一眼没有提到 那个大陆的这个对口的人 他就直接讲说 问题在于台湾总统这四个字 他还跟他讲说 这个非常严重 他就点出问题所在了嘛 就是你整个影片不能写台湾总统嘛 那你试想 他一开始是要 其实要他修啦 那怎样是讲到总统 你就要嗶嗶吗 嗶嗶两声 还是把总统马赛克 那还是说 我是说如果未来有机会 你韩国瑜也有可能当总统啊对不对 那难道你是访问以后 访问韩国瑜是要叫他韩先生吗 还是韩领导人吗 这个非常非常奇怪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为什么今天有问题的绝对是中国大陆 不会是我们 因为就连那个美国的川普 他称呼到蔡英文的时候 他也是叫台湾总统 那奇怪了 你怎么不去抗议川普 不去跟他解除外交关系 然后你就是要来这个 来干预我们的这个整个创作 那再来就是说一个台湾公民 也是网红访问自己的总统 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们就称呼蔡英文 蔡总统 这个是大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嘛 坦白讲你去看 波特网访问这个总统的影片 其实他的影片非常的轻松 自然也就是一个总统去参访 这个一群年轻人 他们亲创场地 尤其在高雄基地 他的这个互动蛮有趣的 那其实他整段 其实最有梗的是波特网就 因为大家知道吗 他是网路很有名的那种撩妹王 讲干话什么的 他就是跟总统的互动 其实那个内容 其实是蛮轻松有趣的 那整段 其实大家真的有去看 这个整篇的内容的话 我会觉得说中国大陆 他刚刚讲了 点出了四个重点 就是台湾总统这四个 最后非常敏感 他们没办法接受 对我们试想回来 今天讲到习近平 在台湾 你可以用任何的称呼称呼他 你可以讲他叫他这个 中共总书记 然后中国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你甚至讲中国领导人 都不会有问题 你要称呼他什么都可以 那为什么我们在对岸 我们称呼台湾总统 不行 一定要讲台湾领导人 你知道甚至 他们听到会怎么样 会中风吗 还是怎么样 是听到是怎么回事 还是会敏感 可能会感悠 这样子 会感悠 全身会起疹 对啊 所以 而且我觉得整篇的问题 最严重的是说 他不只干预整个创作自由 而且他是要他立刻删除下架之外 他后来就是 当然波特王他们公司就不愿意嘛 所以他就整个用很粗暴的手法 立刻把他一百多万的微博的账户 就整个给他这个更改密码 所以你其他的人全部都不能登入 是 就完全就用很粗暴的手法 一百多万粉丝 等于是他们波特王自己经营的嘛 对 那现在已经归零就对了 就完全没有了 你凭什么去直接更改人家的密码 然后让人家不能登入 这个是人家波特王他们养起来的粉丝 结果你竟然是完全没有告知的状况之下 用很粗暴的手法 那我最后要讲了 你知道其实那个中国大陆他们的协力厂商 他叫什么名字吗 叫做徐州自由自在网路科技公司 自由自在 对超讽刺的 这是他们对岸的协力厂商的名字 叫做自由自在网路科技公司 今天你这样子做 你的公司名称要不要改掉 你就没有自由自在 没有自由自在 超讽刺的 所以我真的这个今天出来接受这个访问的 他们那个Mars 就是他们的那个老板 就直接讲了 他们就是活生生厂商 就是他们为了自由民主 就不去赚那个钱 其实他们最佳的例证 他已经告诉你了 现在跟中国这个厂商 不管做什么样的这些合作好了 那碰到政治的议题 难道就是一个地雷吗 我要请教杰明哥 徐州自由自在公司 显然这家公司是没有自由自在嘛 那现在我们就说过去 你跟中国一些合作厂商等等 如果当然是碰到公营公司 或者国家什么公司等等 OK 他们有他们的政治 现在连民间公司 也在做政治审查吗 还是他们自己都会自我审查 这我这么说 因为他的标题 其实在中国境内 是非常聪动的 因为他直接说 这叫做必须 因为他们的发言 最后这样子讲出来 非常政治 你给大家听 严厉斥责任何有损 国家荣誉的言行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捍卫国家 国家什么 国家主权 有损国家荣誉 所以只是 你跟蔡总统的一个对话 然后写上总统这件事情 他们要靠上这么长的一个字眼 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有多严格 其实这几年 特别是习近平 你上台之后 不论是你说新疆 或者西藏 或者是香港 甚至你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直接讲一个 全世界第二大的笔记电脑 叫联想 联想老板 只不过是因为 他不愿意 这么快使用中国做的软体 他就被下架了 阿里巴巴只不过是不愿意把他的蚂蚁金服交给这个中国政府 他就被下架了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腾讯老板 有没有 这个 他怎么样 他只是不愿意他的WeChat 一些使用的密码交出来 他就被下架了 现在中国 这些不管你多么有财富 多有能力的人 基本上只要老公不开心 直接就给你下架 前任不是还有一位 在香港 这个在这个西班 法国 法国只是10公尺地方就直接可以摔楼就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牵扯到中国的高官的斗争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中国现在是非常非常严重 你还记得吗 当时习近平怎么对这个他们中央的这些媒体怎么说的 你们要信党 对 这信党下去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今天你说这个什么自由自在 这叫网记公司 因为他们的这个创办人 有网络上看到 其实是一个漂亮的小姐 她叫Pepi Zhang 她就是当时就是做了一些变音 然后 这个中国人就觉得心情非常解放 因此她就爆红 她爆红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Angela Baby 还没有红的时候 她的经纪人都被她拿走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Angela Baby 现在很红啊 这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明星 所以她做得非常大 因此 她很担心这件事情 她很担心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 波段王的案子 让她整个包括媒体 这些的生意往来 都会结束 因为我们说过去这三年 中国演打 就是演打这些所谓的艺人 他们先演打 演打是中国的用语 就是严格的管制 他们当时有的逃税 后来就是他们演绎里面 有过度的就是谈到一些 有暗示民主性的问题啊 或者古装片啊 或者是有新三色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钱太多 你有第二个国籍的 全部都处理 一连串人都被处理 所以会有那个连坐受到波及就对了 事实上在过去这三年 一直到现在 中国对于所谓的这些媒体的 就是尤其戏剧部分 它还没是 还是掌控的 非常严肃 甚至有一段时间 连我们台湾的知名的演艺人员 到那边都被限制时速 甚至不准你去了 有没有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 出现这件事情啊 我是认为了 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就是 企业与企业 这跟之前啊 我们有位非常漂亮的小女孩 在韩国 拿一个旗子被比较台独那个事情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不能相评弊论 但是 这个事情继续发酵 你会觉得 现在已经是风声到鹤立这个样子 连企业一听到 这个就 你真的能想象这个严重性有多少 我们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上次香港的问题有没有 香港的问题 在我们说的 广东 广州跟这个深圳 有讯息都出来 有些人其实是支持 这个 支持这个香港事件 马上就抓进去了 就是你在微博上面 只是说一句话说 其实香港问题可以好好谈啊 干嘛要用暴力 就这样子 不行 就这个人间消失了 那我们再往前推 事实上2016年2017年的时候 不是至少有数以 七八十个人以上的人权律师 直接就消失一两百天有没有 所以整个中国现在 只要提到政治 只要什么国家主权 只要有人被提报台独 因为你 在中国是有一个国家统一法嘛 他可以随意 提报任何人是台独嘛 那如果今天 假设我被提到台独了 那国动是我中国的企业 那国动完蛋了 你收到牵连就对了 他绝对收到牵连啊 他马上划进界限 要不然他的声音通通没有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 通讯软图上可以看出那家厂商 他很紧张啊 非常紧张啊 他非常紧张啊 他说你到底要不要给我下 你给我下 你不下 好 我跟你全部下 因为他后面生意 不是只有波特王嘛 他旗下有太多 我刚才讲 连Angela Baby 都是他的经营 都是他的这个关系的这些企业 那他可能手上有数百个所谓的这些网红 那这些网红是有YouTuber 或者是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些媒体的这个 我们说的网红 他们可能收入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每年双十一 这些网红赚到爆 有没有 他都赚那种数以百万人民币的 那如果为了这个波特王 然后中国突然之间给他们暗示 他整个连根拔起 当然紧张到不得了 那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微博的密码 也没有办法登入 那显然那密码不是真的吧 就是等于都是网管通通掌握的吧 我跟你说 那等于密码是假的不是吗 这个密码绝对不会是由 这个他的经纪人 这边公司处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们在微博聊天 聊一聊呢 比如说这个群组 假设有二十个人 就聊一聊的时候 突然就一个人 那个人完全不认识 他就直接说 你们言论已经出席国家主权的问题了 这样子哦 所以都有人在监视着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监视 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前阵子就有拉丁美洲国家 就控告WeChat 他们有渗入到这个WeChat的这个 就是他们聊天有被这个搜寻 WeChat马上就说了清楚 还讲这么白哦 他说在中国的境内 他们确实有一套管理的标准 在中国境外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用担心 所以表示中国境内 所有WeChat内容 全部被控管了 这是太可怕了 我们这种通讯 所以腾讯马化腾才会走人 他不应交出这个 就是让人家控管的主权 直接就处理掉了 所以我们平常的这些 在聊天的通讯软土 在中国 对随时都有一个网管 在后面默默的看着你 看你们的言论 有没有出现问题 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政治层面 我们要来看了 韩国瑜说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这个中国大陆厂商 不要借此来惩罚波特王 韩国瑜讲话有道理吗 佩芬姐 那现在看起来 政治跟经济显然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显然是合在一起的 那他说中国大陆厂商 不要借此惩罚 到底是中国厂商惩罚 还是那个背后中国政府 在钳制着这家厂商 真正打击这些 在大陆这个赚钱的艺人 还有厂商 然后回到台湾 然后他们这两年管得特别凶 原因是说 你们在大陆赚我们的人民币 回到台湾去搞台独 因为僵独 藏独又在那边烙 所以他就非常敏感 那如果说你讲 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这个是比较取巧的说法 大陆没有经济归经济 就是所有东西都跟政治挂赞 一切都为政治 而且特别是刚刚讲到说 他们在聊天 然后就有声音插进来 这种在威权体制的国家 其实都会发生 那另外就是说 对于这些艺人也好 而且网路你知道 他们现在网罗了 像美国也好 各地也好 很多留学生 那个很精通这种行业 回到大陆去 专门来掌控这些 所以你在大陆 就透过这些东西 讲的东西 全部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这个很正常 所以很多人说 你不要用华为的手机 因为你华为手机 你传了什么 中共半途就可以拦截 事实上不止这个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有传针什么之类 你只要传出去 或者手机送出去 都有记录可以查 所以不是那么自由 那我上次有讲过 你去录他的节目 如果你讲到总统 就会嗶嗶 就会被消音掉 对你说比如说 立法院行政院 也会被他干涉到 因为他不容许这样 一定要想台湾地区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管是这个我们说 台湾的官方或是民间 你想要跟中国有所交流 是不是都得放弃自己的主权象征呢 包括我们说什么行政院长等等 在中国都有另一套说法 但我们看到现在民间企业 想要去中国发展 到底要背负多少的风险呢 那除了波特王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之前 也有相当多的民间厂商 包括85度C 因为小英总统去美国出访 只是去买个咖啡 也能够惹出风波 那后来85度C 也发出一个声明 说什么切割 蔡英文是台湾当局领导人 也支持什么九二共识 还有再来就一方 一方后来 也是发文支持一股两制 被台湾人抵制 现在生意变得非常差 那我们看到 还有艺人的部分 到底要背负什么样的风险呢 我们看到包括 这个歌手张慧妹 因为只是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国庆日 唱了一个国歌 结果又被封杀 歌手周子瑜 也不够拿个国旗摇一下 这样也不行 歌手张璇 还有如果说 那你要去发展 要能够顺利 是不是就得背弃台湾 就要说中国是祖国 比如说有人就把 这个演员宋云化 还有艺人欧阳娜娜 都拿出来讲 还有我们就说 网红这个馆长陈之汉 之前也是发表 反中的言论 就被迫 跟这个直属的公司要解约 你跟中国想要做生意 就没有可能 来实际怎么样看 我们说去中国发展 是不是都要 难道你要顺利发展 就要得背弃台湾吗 就要把这个自己原本 养育你的母亲的土地 就要把他背弃掉吗 所以有很多人 也选择不要啊 就选择放弃了 中国的市场啊 因为民族针 他擦得可贵啊 这就波特王的用词嘛 那我觉得这么多的事件 其实都看得出来说 中国的内心 有多恐惧和空虚啦 就因为他很害怕 国王的新衣被拆穿 所以他就不准 这个小孩子 讲说国王没有穿衣服 就好像只要小孩子不讲 然后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掩盖事实 我就可以用这样子 国王的新衣 这样子去欺骗全世界 就是说我觉得是没有自信啦 这个事件 我觉得某种程度 真的有一点像周子瑜事件 因为他整个过程当中 这整个影片 大家看完的反应是 好好笑哦 总统怎么被人家撩 总统怎么还可以 被人家这样子亏 你这个撩妹功力好厉害 就是整个看完 除了觉得好好笑之外 你没有感受到哪一个点是不OK的 是敏感的是怪怪的 完全没有 可是中国就会觉得 哇天啊不行 这个东西太严重了 而且要立马下架 他还重复了好几次 立马快下架 哇那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说在中国 他们会有一种自我审查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内部的 自我审查的机制的话 如果今天被网管直接来叫我下架的话 那我可能就倒大没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内化到 每一个人民的心里面 自己必须有一个警种在 就是过去台湾的那个警种 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面都有这一块 而且他们也知道说现在在中国的网管的这个预算 已经跟国防预算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网路这一块 严格的控制的花费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佩文姐说 为什么这个你用微信可能聊一聊 聊到了一些敏感的东西 多一点人进来 就是说在中国连这些聊天的自由都不会有的 你都必须要自己 约束自己有一些敏感的东西 你不能谈到 因为账号不是你的账号 在中国你没有账号 你所有的账号都是国家的账号 所以这是为什么波特王就直接无法登入 因为你 因为你没有账号啊 你的账号就是国家的啊 国家要给你这个账号 或者是要收回这个账号 都是国家来做决定嘛 所以审核的标准是什么 审核的标准在中国政府 那所以对于我们 在台湾已经熟悉了习惯了这种 我们讲话可以没有什么界限 我们讲话可以3388 我们讲话只要不是攻击或歧视的 我们都很OK的这种 可以自由自在啦 对我们才是自由自在 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自由自在 才会很惊讶说 哈那样不行哦 不然凯达格兰大道的主人 我们要叫他什么 要叫什么 不叫他总统请问要叫什么 中国说法说什么台湾领导人 台湾区领导人 你知道他们中央电视台哦 就之前我曾经很多年前就听过这些 跑去上对岸的电视节目的 他们真的不能讲总统 要说台湾地区领导人 然后他们当时 因为连战是行政院长那个时候 他们怎么称呼 台湾当局最高行政负责人 负责人 落落等 对就讲一个很长的title 然后你完全 然后行政院长是台湾地区 行政机关最高负责人 立法院长是立法机关最高负责人 就是你那个名字讲了 讲了那么长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 那所以他在做什么 你觉得韩国瑜这次有没有中枪 对韩国瑜的反应 我觉得啦 就是说他当然会会中枪 为什么他会中枪 是因为他的回应 我觉得有一些 太 对有一些取巧 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这件事情就是摆明了 经济就是归政治 因为在中国 没有一件事情不归政治 政治决定一切 那所以那个源头 仍然是在中国政府 所以你说我们 我站在这个波特王这一边 大陆厂商误借此惩罚波特王 问题是在于中国的政府 所以你其实回避了那个 那个最严肃的那个问题 对 回避那个背后最大的黑手 对 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你只敢站在后端说 我支持波特王 像以前吴宝春啊 我也支持吴宝春 可是问题是 谁给吴宝春压力 谁给波特王压力 所以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不能解开那个结的话 那个最大的那个问题 不能直指问题核心的话 你其实在台湾会都觉得 你你根本取巧 你根本就没有抓到问题的重点在哪里 配分解还不重 其实那个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你知道台湾现在真的很自由 但是问题是大陆不是这个样子 中国当中不是这样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媒体上 常常说老共之类的 你知道吗 有学者到大陆去开会回来 就跟我说 请他们要请他们传话 传话给我 不要称他们老共之类的 这也不信 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名词 不喜欢 其实我上次有讲过 一个制度的背后 就社会制度就是那个情况 就像1960年代 你知道我们在媒体上 常常听很多笑话 如果你中央写成中共 然后那个简志工 就会被抓去问 那同样的 你在这个媒体上 我就上次有讲过 那时候我们就称彭丽媛是第一夫人 结果那边就会传话来 告诉他们的那个媒体说 不准叫他第一夫人 不行 不行 大陆中国没有第一夫人 就是同志嘛 都是同志 所以没有第一夫人 潜规则还真多 所以那个制度就是这样 来来来来 郭东哥 这次的事件我们就说 台湾现在面对中国 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说现在选总统 韩国瑜态度很重要 韩国瑜态度有中枪吗 一个口口声声捍卫中华民国 不惜粉身碎骨的总统候选人 既然会蹊跷讲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政治 他不敢公开向中国喊不 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家粉身碎骨 我真的很瞧不起耶 你粉身碎为了这个事件 你就要公开站出来 因为你在选中华民国总统 总统怎么两个字不能讲呢 对不对 这个不是什么政治经济的分开嘛 你曾经信誓旦旦 在赵市长有几十万前面讲 你不惜粉身碎骨 现在连你不必要粉身碎骨 只要口头上向中国讲一声 不 你都不敢 所以比波特王 比馆长都还不如啊 今天这个波特王这个事情 只是继馆长之后再一次显示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青年世代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这件事情我的看法 也许跟很多来宾不一样 大家认为说台湾总统这四个字 对他们是禁忌不能用 不是的 昨天我不知道观众你有看 电视新闻这段 你如果不去摸摸看 波特王跟小英总统在一起的那一段 点阅力四百万三四百万 我相信人在播这段新闻的收看率 绝对也是冲破冲高 因为我刚好我在看 我年轻看两个 跟不同世代年轻人看 大家笑嘻嘻 跟领导的人看 他们讲说总统 他讲中一句话了 这种事情如果在中国去播出 让中国人民看的话 他们会说台湾这么自由 最高领导人 总统居然可以这样拿来 他还开玩笑 可以吃他豆腐 我们的习近平 连讲小熊维尼都不能讲 逆称都不能讲 不能开玩笑的 连最亲热的这个习包子 更不能讲 会抓起来 那人家在台湾你看看 还可以聊没聊到小英总统 还可以吃他豆腐 还可以把他当结婚对象 还可以把他宠坏心头肉 他们这个已经台湾成了 可是这段影片彰显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什么 台湾的民主自由 跟总统也可以这样子 无厘头的开玩笑 总统也是笑嘻嘻嘻 第二个彰显什么 小英总统的年纪 无形中下降至少20岁了 对不对 大家印象中这个聊 波特王是专门去聊那种正妹辣妹 那个聊妹的 他跟小英总统快60了吧 对吧 60多了 年纪有差距 聊起来说也蛮结论 很有意思 也不会输那种年轻的妹妹啊 所以大家看得很开心 可是我知道还有很多那种味道知识 已经揉着眉头 尤其国民党那些老一辈子 这成何体统 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中国的那边 不是因为只台湾总统四个字不能出现 他说这种影片 整个中国下去的话 中国十几亿人口在看这种影片的时候 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跟他们领导人开开玩笑 不要讲中央 就自己省级的领导人 你敢开玩笑吗 对 就开都不敢开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在1977年 中国的共产党的十一大 重新组合他们的中共宣传部 给他们百分之百的掌握生杀大权 所有媒体 平台的 所有电子的 网络的 全部归他通知 他们唯一一条基本信念 所有的有形无形的宣传工具 都是为党服务 就这么一句话 他叫你停就停 把你放在 所以这一家 中国的那家私人企业 不是重要的 什么自由自在还是什么东西 他会不知道吗 明天牌照给吊销 他什么都没有啦 可是我们这边不怕 我们就顶多就损失嘛 所以不得网讲 顶多就损失这些 跟馆长一样 馆长的损失比他可能更大 是 他们宁可这样损失 可是他们彰显出 台湾人的骨气出来了 年轻一代有骨气 这个东西也不必再跟台湾人 年轻宣传说 喔 中国那边打压很厉害 管制很厉害 周子怡事件什么 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都已经懂了 我们只是奇怪 你要选总统的人 为什么不敢站出来 维护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主自由言论 为什么还要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政治 我给大家看 如果你还敢用这种话 那在你的选举场面讲 用选票证明人民才是政党的爸爸 你请跟中国共产党去喊一下 给我看看 对对对 师伟哥 这个事件是不是又让 这个韩国瑜失分中枪了 特别是不是也打脸 他过去曾说的 经济一百政治零分 不会啊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他在五月份 请波特王担任高雄市的代言人 报了到现在十二月 他为波特王这一个商业的行为 他来做声援 我觉得他表里如意啊 我必须要讲 台湾跟中国大陆 他确实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们就是自由民主 我们享有这一个言论的一个自由 大陆那个地区 他就是共产极权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两岸需要透过交流 能够感染他 把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给放掉 能够走向自由民主来办 真的吗 我请问 宗家 过去两岸 我请问 过去两岸是汉贼不相往来的 现在我们两岸的一个经济文化 我们彼此的一个交流 包括我们ECFA 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收益 我想这些都是在 九二公司一中各表 各自争议求同存异 我们所创造出来的 好啦 你今天韩国瑜讲说 政治的归政治 经济的归经济 有错吗 你今天如果说 你认为讲说这一些歌手 这一些其他 你要到对岸 你去做生意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讲说 有参查任何的政治目的 回归过来 我们的国人 受到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 你除了谴责的之外 你还有没有办法 去跟对岸 能够做对话 能够去跟他做讨论 能够跟他各自争议 求同存异 我们已经选第七次的一个总统了 对 这举世界知道 但是你今天我都讲 你除了谴责 好啦 那我请问 那你有拿出什么样的做法 来 听伯偉 这两个事情 都没有怎么够做 我感觉郭民党现在最厉害 就是 真的对韩国瑜所讲的话 永远都可以把他转移焦点 然后永远都可以把他 牛头不对马嘴 今天我们是针对 整个中国的态度 他完全是要求他下架 甚至不只下架 甚至是把他的整个 微博的所有的账号 本私几乎全部砍掉了 这是一个 这个阿拔的做法 是一个极权制度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 难道我们不应该谴责吗 难道你还要把他 这个牛头不对马嘴 这样的一个干扰在一起吗 然后我们必须说 今天中国的做法 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些事情而已 他现在说的台湾总统 其实刚刚国东哥所说的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只有台湾总统 这四个字 就引发他这样子的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刺激点吗 对 错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 这整个影片 一丢出来不到24个小时 400万的点阅率 那个可怕的是 这个400万的点阅率 对 如果他不断的 这样的一个传播 真的在整个中国大陆 整个把它传播出去之后 真的可怕的是 对 原来台湾的民主自由 是这么样的珍贵 跟我们差这么多 甚至现在已经有传出 为什么中国当时候 要做出说在八月的时候 赶快停止说九月 我们所有的自由行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是我们 开始选举要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如果自由行来到台湾 看到台湾的民主政治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选举方式 对 能够这么自由 在媒体当中可以畅所欲言 讲自己想讲的话 在媒体当中 可以透过各种新媒体 来讲出自己想要 去表达的语言 跟表达的声音 他们害怕的是 当自由行的 这些中国的人民来到台湾 看到的回去 比较之下太可怕了 对 所以这是现在 可能会动摇共产党的国本 所以为什么他说 这个在自由行 在这个时候要去把它停止掉 他说在内部的 这是在这段时间 所传出来的说 是内部最深层的意义是 他怕他们自由行的旅客 来到台湾 看到台湾真正的选举民主 所以你看一步一步来 所看到的 都是台湾跟中国的对比 然后我相信 从这个脸书的执行长 他最近也讲了 他在演讲当中 他直接说的 为什么中国要阻挡他们 阻挡他们不能到中国上架 而且他们已经不断的申请 不断的申请一样 他讲了一句话 因为当时候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他们要让他做审查 每一个上架都要审查 每一个脸书 在这个言论评论当中 都要做审查 他拒绝 他说他没有办法像抖音这个样子 抖音是必须要被审查的 每一笔都要被审查 审查OK的话 你才可以上架 他说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 违反言论自由民主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来做这样的一个上架动作 所以我相信 从脸书 还有从很多 我们现在世界各国 不只台湾 以前我们都说台湾的 可能电视剧电影还有文化作品 文创作品到中国都要被审查 错了不是台湾而已 而是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剧电影 还有文化文创作品 全部到中国都要被审查 所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个所有民主自由的言论 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于他们来讲 他更担忧的是台湾的自由民主 万一一步一步侵入到 他们中国人民的心坎里的时候 当他们从内心反驳出来 是不是会像香港这个样子 越压制爆发越大 可能在选举当中你看 八成超过八成支持民主派 他们担心的是这个后座力 好 再来关心继爱情摩天伦之后 韩国瑜又提出新的政见 就是空中缆车 我们看到上礼拜 其实他也提出了 提出花林跟台中之间 要设一个不限速的自行车 高速公路 不限速 那当然又有最新的 就是空中缆车 他希望在高雄观音山 大社的观音山 跟佛光山之间 跟异大世界之间 就盖出空中缆车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到底是当市长 他现在是高雄市长 他有忘记吗 当市长不能做吗 还是一定要选上总统 才能够坐这个缆车 要请教时期 我就搞不懂了 到底是高雄市长 不能盖这个缆车吗 一定要当总统才能当吗 是不是给大家理清一下 我才会被他搞得很混乱 就是说 他真的有一点忘记自己 现在是高雄市长 就如果他要在这个地方盖缆车 然后以此来吸引 这些观光客的话 就其实他在高雄市长认内 他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计划 然后再送申请案 看看是不是要做还评等等的 他现在就可以做 对嘛 还有执政权嘛 他现在就可以做 对 完全不需要等到说 那他要当上总统之后 才来做这一块 所以我 我跟你讲 他现在提出来的政见 就是比较片段 比较零零落落式的啦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好像走到哪想到哪 譬如说 我现在回房高雄了 所以我现在想到说 我要在高雄 弄一个空洞缆车 然后他上圆明台的专访 然后说我要在花东弄一个不限速的单车 这个公路 就太过零碎而片段 比较没有整体性的这个规划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你提政见政策 当然你是总统候选人 那也因为你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你提出来的东西 其实某种程度应该是说 你期待解决什么问题 是不是当地人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是说 要不然我是要创造出怎样的效果 说那个效果 值得我要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建设 这两项我刚刚讲的 花东的那个不限速自行车 以及现在空中缆车 你告诉我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还有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难道花东的人是用自行车在 花东我记得原住民 他们是希望能够改善交通 对 就是说对于花东的人来说 他们期待的是说 我买车票的时候可以买得到 然后我在安全上面 我可以可以获得榜上 那这个不限速的自行车高速 是比较北部人下去观光休闲的 是不是这种单车高速公路 然后我们再开着休旅车 载着单车去 这样到底有达到环保的效果吗 然后到那个地方去急自行车 这很离谱啦 所以需求不一样嘛 就是说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你看起来解决不了 但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是为了观光 你想想看全世界有没有很多的观光客 会因为台湾有一条花东不限速的自行车 所以我们要到台湾来玩 我觉得人数可能不会很多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 德国的这个高速公路 有一些段落是没有上线的 不限速的 可是有多少人会 我要去开那个不限速的高速公路 所以我要去德国开那一段 人数不是那么的多 那问题是单车能怎么样不设限 对那单车怎样不设限 因为现在就没有在设限啊 如果你是要为了那个自行车的选手的话 那个人家也有专用的训练场所嘛 那个也不需要你在花东再弄一条 更何况如果你在花东是为了要让不限速的自行车 你是要再重新盖一条公路的话 那又会有山林破坏的问题嘛 因为花东那个地方都是天然景观 然后所以你要在那边建设公路 那恐怕又会是一番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拉扯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是随性而至 走到哪想到讲到哪边 然后而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 它其实现在只剩下26天了 按照过去我们跑新闻的经验 我们老早在40天前就已经停休了 那可为什么因为候选人行程太多 可是感觉上现在韩国瑜的行程 并数量并不是那么的多 对就是说它排的还蛮松的 大家都下午才开始 对然后有的时候去做做刀削面啊 有的时候去宣传一下那个 上里面还去薰衣草森 对对就是说我觉得 创造出另外一种选总统模式 而让大家觉得看不懂的地方 是说因为只剩下26天 其实应该是最后充斥 最后充斥的阶段 你应该尽可能的跟选民接触 因为你多握一双手 就有可能多一张选票 你该提的政策怎么应该早就提完了 你现在就是要充斥 可是韩国瑜的选法 我觉得有一点颠覆过去大家的认识 的确 佩芬姐我们就说到底 现在韩国瑜是在选总统还是选市长 特别他提出这样的政见 空中缆车是一定要当上总统 才有办法盖吗 还是说当市长就可以了 而且你就算你当总统 你就一定能盖吗 你是不是要经过还评等等的程序 是不是 会不会让你所提出的政见到时候又变成一个笑话 其实他现在讲到这个空中缆车这些就是高雄的问题 事实上他一直有谈什么爱情摩天伦之类的 大概跟这个差不多 台东之间 在花年台东之间不限速自行高路 我觉得那有点天马行空 坦白说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国民党部做复工会的时候 因为我年纪比较轻 所以我的辖区是宜花东还有新竹 你知道吗 花年跟台东的地形是这么长的 非常长 非常长的 你盖一个不限速的自行车高速公路 当然这构想好像很天才 我记得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第一次到大陆去的 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叫我说 邀请我到社科院去做访问学者 那你知道我还开玩笑说 你们要帮我准备一辆绞达车 你知道社科院那人就愣在当场 我说你要绞达车干嘛 我说我可以骑着满街跑 这样去了解一下状况 结果社科院回了我一句话说 你骑绞达车哪里去不了 这就跟那个高速公路的一样 你从这个花年台东这么狭长一个地方 你骑到哪里去 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每天日常的工作需要 还是去办活动 像路跑那样几公里 你目的是什么 所以自行车高速公路是不切实际的 你说的佛光山盖四公里 高雄观音山跟佛光山那个东西 我觉得今天在提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因为你现在在选总统 你知道你现在突然间回到高雄去 我高雄要干嘛干嘛 我觉得他目的现在回到回防高雄的目的是 要抵制那个十二月二十一号 霸函的那个问题 因为他担心如果总统真的没选上的话 他当然要保住高雄市长的位置 而且他说他就算当选总统 要每个礼拜在高雄停三天 请问一下他请假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几天待在高雄 最近因为发现这个罢韩的问题 所以他回到高雄 然后又提出很多东西行程来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乱 就是说方寸有点乱 我觉得就是说帮他安排行程也好 打选战的人也好 我觉得不管是他还有张善政 两个都有一点乱 比如说张善政最近提的一些政见去批评 这种我觉得都有点怪 就是说不像一个真的有团队打选战的 有效率的一种战法 是的确现在就说韩国瑜 到底是在选总统还是在选市长呢 如果说是市长成绩 就能够盖的一个空中缆车 那为什么一定要当上总统才能够盖了 当然现在就说包括很多的 他最近的行程都局限在中南部 北部好像很少看到他 但是我们也看到昨天的这一场的 宜兰的韩国瑜以及吕国华的竞选总部成立 韩国瑜就没有出现了 连张善政也没有出现 那出现的是朱立伦 所以现在韩国瑜到底是在选什么呢 来 杰明哥 我们说他可以提政见 但是提的政见就让他觉得怪怪的 到底是在选高雄市长还是选总统 怎么会出现这种荒谬的情况 你不觉得最近陈怡明的事件 基本上没有听到韩国瑜的声音吗 全部听到朱立伦的声音 不论什么人讲什么话 都是朱立伦说应该道歉应该道歉 也然朱立伦现在已经变成是 所有韩正义里面最重要的发言人 而且他说话比较能够比较不会出问题 张善政现在应该选战压力大到一个极致 他已经开始语无人吃了 至于韩国瑜呢 他能休息就尽量休息啊 出去的时候能讲出什么东西 讲来讲去就是发大财 你还变出什么内容 我要这么说一句话 刚才尤其是摩天伦 不是摩天伦 那个缆车 空中缆车 我要这么说 大家知道佛观上的高度是多少吗 只有五百米 他不是那种很高的山 然后你可以沿着山上面做那个吊桥 然后一直拉下来 他基本上是一个五百米对五百米高度 你中间要怎么做缆车 其实我们还好奇 这个高度不够是吧 全世界到五公里以上的有几座 但是他们的高度都是从一千四百公尺 然后沿路下来横跨了山域跟海域 所以你一路可以保览风光 我们是高雄都知道 他在讲观音山道这个一手大学 我就想说那边都是小山丘 你要怎么坐缆车 而且那周围也不是那种 你意思说那个缆车 那个缆线如果吹下来 可能会坐到地面了 对对 而且他 没有不是 第一个他的都是山丘 第二件事情 他没有说让你觉得很壮观的那种景色 然后呢 而且如果你是以 而且你要有说就好 你骑山的佛光山道那个义大 那个有点距离 他两边高度只有五百米 所以他是要怎么样 中间要 我不知道很诡异 因为你通常那种所谓的缆车 你都是一个高度 那这边你可以用吊车 有一个下去的速度 一个距离 你五百米怎么做 我其实很难想一下 高低差不够是不是 对 所以你总是要告诉我嘛 你这计划花多少钱嘛 那你的这个费要多少 像我们说越南大最常去的 巴老岛什么的 他一个人费要一千四百多块 可是因为景色真的太美了 所以他饭店的生意非常好 那你就告诉我 那你这个到底这个饭店 你要做什么样的生意 你要讲清楚 因为现在高雄确实没有钱 他要其实在做一件事 他要替一个王姓的立委 要拉他的绅士 说如果他跟我一起去到总统府 他要做另类的前瞻计划 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拨款到南部 去搞这个缆车 那我这样讲 那奇怪 现在到底捷运要不要到陵远 那那个桥头工业区出来 周围的这个道路 到底要怎么规划 这比较实际一点吧 这个是有上万人的工作 或者说哪个比较迫切好了 那个空中缆车 是不是迫切需要的一个建设 今天其实最近的一个新闻 大家也知道嘛 我在秀给看 这是那个有关就是高雄 那个不是叫摩天輪 这是内部的已经出来了 他们当初讨论到几个点 比如说几号码头 什么3到10号码头 还有16到24号 16到18号码头 跟21号码头 这些就你知道 内容细节我就不讲了 简单一句话 这么多内容 只有一句话是什么 所有的公务员跟他打枪 他说这边要嘛 就是已经有规划做了 是属于就是停泊 有的是要做货运 什么都 最后结果 也就是说高雄内部人 对他自己的所谓的计划 完全都没有兴趣 然后接下来说他要做 跨这个爱河的一个 一个这个我们说摩天輪 那当地当场就 我也觉得这个 这个有点虾 你既然是跨 其实不需要注意潮流 就你知道公务员 他们会跟他说 那你要注意到潮流 潮汐 所以这潮流潮汐 不对的时候 那个桥也不能 也那个摩天輪不能做 这要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韩国瑜 自己的想法 连他自己内部高雄公务员 都不想跟他做这个白痴的事情 那我一样道理 可是韩国瑜不是说是中央卡韩 中央没有支持他 这已经算高雄的那个高雄的 我们说他们自己有个地 就是土地开发公司 根本就没有被收到提案 而这个提案也没收到 我们的港务局 所以交通部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用这块地 所以他们可以用的地 已经跟你讲了 刚才那几块地 他们自己都打枪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最想的爱琴摩天人 这部分 连你内部都支持 你突然冒出一个懒车 然后我要说一句话 为什么他去花脸说要做的无限度的交换 是第一件事 他一定想说 你们这么多 我们说原住民这么多的这个乡村 如果每个地方要盖马路 要盖多少条马路 这个钱要怎么来 因为最近我们已经打脸他了 我要花一兆好几千亿 如果这再盖下去 又是多少钱 第二件事情 他其实现在 只要别人问他问题 他自己会惶口 因为他一怕我的认知啊 因为他说错什么话 马上第二天媒体就是 三笑他嘛 所以他第一时间不想说 糟糕 这么多地方 我对花脸也不是很熟 我答应他们要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他们会出问题 好嘛 我们讲脚踏车好了 好了 所以这就是他爆笑冤头 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 现在基本上他已经进退失去 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政策该说 哪个政策不该说 哪个预算该走 哪个预算不该走 而高雄破在里面 我举个例子 在这个也 我们说的高雄农业大政 你所需要冷业系统 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我刚才讲的这些计划 你都没有嘛 所以你说这边 你应该说 那碰红 来世伟哥 现在当一个总统 你要做一些建设于政建等等 你现在是国土规划吧 也要有一定的成绩 现在感觉让东一个西一个 到底有没有整体规划 还是说这个信之所至 说要提一个 就要来盖一个什么东西吗 我先声明一下 昨天12月15号 宜蘭的这一个 联合总部的成立大会 并没有规划 韩国瑜总统候选人 要到那个地方去 本来就没有规划 本来就没有规划 昨天的一个行程 都在高雄 副手张善政也没去 对 这都没有安排规划 因为在11月下旬的时候 韩总统参选人 已经到宜蘭过了 花莲跟台东的 这一个不限速的 自行车高速公路 在他2017年他参选 党主席的时候 地方上面有跟他做建议 讲说 花莲跟台东 是不是能够有一条高速公路 那同样的 你如果做不到的时候 韩国瑜讲说 是汽车的高速公路 还是单纯的高速公路 他那个时候地方讲说 这一个汽车的高速公路 是汽车高速公路 那韩国瑜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希望讲说 你有一条高速公路 能够发展花东的一个观光 那所以说韩国瑜 跟地方人士讨论了之后 他也去问了当地的县长 是不是这个部分 有很多国外的这些人 是自行车的爱好者 他们如果来到花东 后山好山好水 是不是能够有一条自行车 让他们只能够 无限的一个标述 同样的能够带动 周边的一个 所以说嘛 我讲 这是跟地方的一个发想 怎么样能够带动 地方的一个观光产业 就如同你讲说高雄的 这一个观音山到佛光山 这一个大树到大社 这两个的一个区 同样的我同意 刚刚杰明哥所说的 是不是有环境影响评估 高山的一个高度够不够 我想起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探讨 但是这也是地方人士 你包括了这个许会议员 服务组主任 在地方所提出来的一个发想 他讲说 如果能够盖一个空中缆车 那估计一年 有一千万的观光人士 或者是打折有五百万的观光人士 乃至于一年一百万的观光人士 是这样讲 可是是不是 那如果他当市长 难道不能盖吗 市长我请问 中央要不要给他经费 中央 就如同刚刚杰明哥所说的 高雄现在负债三千多亿 那前几天 李斯专副市长不是讲了吗 光人士费用 他能够做的 他只有13%到15% 他的一个经费而已 如果中央能够做益助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如果照韩国瑜的逻辑 全台湾二三县市 大家都要来选总统 大概每个县市 我要做建设 都希望中央能够益助 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也难怪 韩国瑜在选高雄市 上面的时候 他开的都是不拉票 最后一句话 中央都不支持 不给他钱 那你在看那个政见 有什么意义 我上一段不是讲 现在谁还在听政见 这次的选戏 选到无厘头 不伦不列 很奇怪 朱立伦你是竞选总部的主委 照他讲你是主人 对不对 宜蘭竞选总部成立 你是个主人 结果你在那里搞大进场 要干嘛 你又不是候选人 你在大进场 副总统候选人 你是搭配韩国的副总统候选的人 你搞个敬钱总部在那干嘛 因为嫌到不累的 每个人都已经乱套了 但是很多事情啊 你说现在来怪韩国瑜 我倒是觉得不必 为什么 他是走到哪里 想到哪里 说到哪里的 他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到庙里面说心机说佛话 他是这样的人啊 他从来他的敬钱团队 我现在发现他敬钱团队 只有一个目的而已 联络到底何处有行程 然后他可以到的 没有办法规划 整个他要竞选 我的主轴是什么 我来统一战线 我要怎么指挥调度所有的兵马 他没有嘛 所以他每天就看 那这个行程 怎么东一个 掉一个西一个 然后想一下这个 然后你现在选总统 尤其讲到空中缆车 人家其实很奇怪嘛 团队没人 当时成立的时候 有点急救张 没人好好给他坐下来规划 台湾的国土应该怎么做 台湾的国政要怎么规划 让他记守了 然后讲出一套出来 然后他的人马要怎么调度指挥 所以人家外面 就一直质疑说 他跟国民党中央 竞选总部的两个是分离的 朱立伦接的时候 也一直在讲啊 必须整合啊 必须团结啊 都一直显示出 他没有一套完整的 整个指挥调度嘛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那里里落到这种地步 口径都不一致 人员都没有办法指挥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如果你如果要听光说 不练说那些有话 你听不完啦 因为他走到一个地方 他就答应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是奇怪 他现在去了以前有些行程 我发现他并不是要造势的 可能跟急需政治现金有关的 他到哪里去的话 一定是有人要捐款给他 不然他要干嘛 他那个行程不对你的 票能多少票呢 你为什么牺牲的时间 跑去那里啦 一定有需要人家赞助 你必须要到啊 这个可能用意比较大 不然我们已经分析不出 他为什么 可是有两个地区 非常重要 民进党你要注意的 他要回访高雄 当然是为了 在里离后的这些 这些霸函的行动 现在他要去那西班的 以前当高兵 高兵的 应党没想到为了 我给你打给你 高雄是他的本命区 如果本命区输的话 他就已经大败一半了 第二个是他的外头厨 云林 所以他三不我十都会回云林去外套署 云林那边的乡亲 对他还是很热情的接待 尤其云林是张家派系 张立善 张如他们大本营在那里 这两个区如果他固守不住的话 那他还选什么呢 就这两个区嘛 对 来来来 听伯母 那现在我们说了 韩国瑜现在选中的 那好像算得很奇怪 北部好像没什么在插 那一个是个所谓的 这样的一竞争总部 刚刚是不是也跟我说 因为没有规划 所以本来就不会去 所以就助力人去 但我们看到他 这两个礼拜当中的这个行程 几乎都是侧重在中南部 好 那中南部 他开的政界感觉像 东一个西一个 觉得好像没有个整体规划 是不是这样 韩国瑜已经忘记了 他绝对不是 11月24号以前的韩国瑜 现在的韩国瑜 跟之前韩国瑜 不是你今天讲什么 大家都好像 哇 韩国瑜讲的话 好像就是一定做得到 然后好像真的可以 带大家发大财 错了 现在韩国瑜讲的话 是大家觉得是不可信的 而且是草包一个 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 其实如果韩国瑜 今天没有担任高雄市长 或许他今天讲的话 还可以有一点点 大家觉得说 你真的没资源啊 哇 那你讲什么 大家就有期待啊 如果让你当了台湾总统 或许你真的是可以带大家 带大家发大财 可是高雄发大财 已经变成梦了 我必须说 刚刚世伟说的 因为他在高雄市 市长不能做啊 中央不给钱啊 错了 所有的计划 全部都要各县市 你提出计划 中央才能去合 你都没有提出计划 你就说中央不给你 那根本就是戴帽子嘛 连提都不提 对嘛 你都还没提啊 你怎么说中央不给你 我相信我们地方的立委 即使我们在中央争取经费 我们都还是要地方政府 提了计划上来 然后我们来当一个平台 把这样子 配合在一起才有办法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说 韩国人说你未来即使你有机会 当总统的时候 错了 不是你总统说 我今天要在那边设一个摩天轮 你就马上 明年就马上设 哪有那么好 还是说你今天我要做一个缆车 然后明年 猫缆空中缆车 都已经评估多少年 被打枪多久 最后还亏钱 没错啊 所以并不是你今天当的哪一个位置 好像你就是圣子一样 错了 他觉得他当的总统 什么都能做 对 好像 感觉是我们的心态 你以为你是小叮当吗 小叮当马上东西丢了 哇 缆车就是缆车 对 马上这个从任意 拿出来他就是缆车 然后他就是 他可能就是那个 这个 单车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错了 韩国人 所以我真的 当他现在越讲越多 我真的开始在怀疑说 他到底有没有当过立委啊 他当立委到底在干什么 对啊 真的会让人家怀疑说 那立委是在干什么 这个原本就是立委要知道的 都要从基层提计划 县市政府提计划 绝对也不是你立委讲的 行政院讲的 或是总统讲的就可以 如果你县市政府不配合 连动都不动 不好意思 你中央即使钱要给你 动也动不了 就像现在啊 不是今天捷运要给他 不是那个韩国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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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计划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就是有一点出差吗 然后卢秀燕不是也是一样吗 交通部要给他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的计划现在改了 不是这个样子 也是喊咖啊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那今天我要再讲一个 韩国瑜这个 吕国华的竞选总部 其实我觉得可能 吕国华会觉得 韩国瑜来不会加分 这样喔 对啊 朱立伦来可能会加分 所以他是配合朱立伦的时间 其实我必须说我们现在 我也是候选人啊 其实现在所有民进党的候选人 所有的行程只要一知道说 哇总统今天可能排在台中 大家是抢破头说 我今天我一定要候员会成立 或是我今天要刚好卡在这一天 要竞选总部成立 一定要聘请这个总统来 加持一下 母鸡一定要来 哪有人说母鸡没有安排 没错啊 你怎么会选一个 你明知道韩国瑜在高雄 那你选择在今天 故意要成立竞选总部 还不是一个候员会 是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这个如果依照韩国瑜 你不是现任的 我说真的 其实在四年前 因为那个蔡英文她不是现任的 所以她时间比较好安排 可是现在因为她是现任的总统 有很多还是一样 要以我们国政为主 所以很多时候总统府如果有行程 她就会被卡死没有办法外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她的行程其实不像四年前 大家很好排 现在是大家抢着要 可是我必须说 我听我们南部的总统 立委的候选人在说 他们每次跟这个韩国瑜排时间 韩国瑜就说没空没空没空 可是问题是 也不知道韩国瑜跑到哪里去 她在忙什么 对啊 每天我们看到这个 蔡英文的行程就是这样子 一天下来竞选总部跑了几十场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期待大进场 可是那个时间都卡得很紧 都没有办法大进场 可是我们所看到的韩国瑜是 好像没什么大型的造势 然后没有大型的造势 然后有立委要排又不去 我就觉得现在到底 他们的竞选总部到底在排什么 但是你要在他竞选旁边摆一些薰衣草 可能会不会薰衣草去一下 会不会薰衣草过去 没有所以他们的整个竞选总部的逻辑 还有他们安排 其实很奇怪 反而我觉得现在 比较夯的母鸡 国民党比较夯的母鸡 反而是朱立伦 好 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有许多的讯息呢 有一些如果你稍不小心 可能就容易受骗 但如果是很明显的错误讯息 很明显就能够分辨 难道你还要相信吗 因为现在已经暴数时刻了 我们看到韩粉又出包了 就是这位杨大妈了 他又在开始在传一些讯息了 他就说这中学会主委李信勇 命令这个印票厂商在二号 因为二号就是韩国瑜的这个浩次 在这个上面盖章的地方 就上一层薄辣 或是这个油墨 让你这个选票章呢 盖上去这个红墨 没办法干 那到时候你折起来的话 丢进去 可能他就会印出来 就会晕开 那就会形成废票 有可能 中学会就提出说明 就是说 这是网络假讯息 请大家注意 没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的选票 其实大家投票都投很多次 有办法在那个单独的号次 就是给他上一层辣吗 这种很明显的讯息 你应该可以分辨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呢 韩粉还是照样这样传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看到最近 其实韩粉的社团呢 也被脸书下架了 那脸书就这个 把它移除了118个粉丝专业 有99个社团 以及用来管理这些粉丝的专业 还有这个社团 有51个多重账号 显然网络上的讯息非常多 又特别是在这些 韩粉所流传的讯息当中 又特别的严重 先讲名誉怎么看 这些韩粉 是不是对于这些谣言 或是假的讯息 只要是对民进党 对不利的 都会特别相信呢 那类似这种讯息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要去相信 宁可相信谣言 也不愿相信真相了 坦白讲今年的贵现象特别多 可是我必须要郑重的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绝对是触法的 这个不是说你好像开开玩笑 就说我误会了什么什么 不能开玩笑 不能开玩笑 因为中选会说如果 他现在打算要提告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 违反了这个社违法 他会以妨害名誉 或是侮辱公署 他其实会 这个大家有看吗 加重毁谤 甚至违反选霸法 最终可以除到5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中选会绝对会依法 追究 所以如果说你接到这个讯息的人 绝对不要再散步 因为这个是绝对是触法的行为 这要今天提醒大家 但是我 为什么我刚开始就讲说 为什么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选战 奥伯特别多 而且是任何匪夷所思的 那除了说今天有这个什么命令厂商 在这个盖章处 盖什么薄辣跟油墨 让红墨水干不了 他还叫大家怎么破解 他非常有趣 因为他让你相信是真的 他还说 你去盖章的时候 你要先摸摸看 这个选票 那如果说是有盖薄辣 或者是盖油墨的 你摸一摸 就会有感觉是比较湿的 所以他也叫大家会提醒 你看 讲得更有硬的 你会让你相信是自以为真 对 然后后面才会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阿婆 他这个造成就是说 未来如果 如果是蔡英文胜选的话 他会就是说 你看这是中选会在做票 甚至之前中选会 他就是 有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谣言 说什么这个选区 本来是有些人去登记 做他的工作人员 后来这些人的资格 全部都不服 那中选会要用他自己的人 连这种谣言都出来 那最新的还有两个 一个后来抓到的是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 他们自己做的 把人家这个小英 二号跟三号 三号的这个 蔡赖配的那个可爱的Q图 后来不是变成二号吗 对不对 那后来被抓到的是台南市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自己做的 那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 他们就是说网路上还有一个谣言 叫大家 因为我们知道说盖这个选票 不是拿那个印章这样盖吗 就盖那个选票盖上去 他现在教大家说 你写名字也可以 然后盖印章也可以 他现在开始在散布这些 错误的讯息 对 所以大家就会很奇怪 现在选 选举已经选到 已经精神错乱了 必须要交这种奥报 然后选到失智了吗 对 过去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怎么今年这讯息这么多 对他就是要让你故意 让你变成废票吗 就是如果你要去支持某个阵营的话 就要让你变成废票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还是希望呼吁大家 这是选战 选到最后只剩26天的时间了 对 你不能用正常的手法 讲一些政见吗 或是说诉求一些 为什么要 开始这种奇奇怪怪的奥伯出来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简单讲一下 这个韩国瑜这个社团 他昨天 这几天就是有发酵 他就是有这个15万的成员 的这个韩国瑜总统后援总会 15万个成员 他被移除了118个粉砖 99个社团 而且还有移除了 51个多重账号 这个出来 因为是韩社团 韩总统后援会 那很多韩粉就跳出来说 这个脸书 就是现在已经变成赤色管理 变成红色统治 什么 变成共产极端国家 你要不要去探究一下 他背后为什么会被移除 脸书也出来讲了 因为他们就是 违反了社群的守则 就是他冒充身份 然后用不实的手法来贴文 想要提供 他的人气 说实在 他就是真的就是一个 网军的操作 因为他很多都是 冒用这个人头的账号 或者是说 他是那个冒充身份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网军账号 因为我们知道脸书是实名制 所以他会去查 那你就贴了一些不实的贴文 或是贴了一些 或者说你是那个假冒身份 他会去查才会移除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认清事实 人家脸书已经出来了 我退一万步来讲 你祖克伯格 他是台湾人吗 是我们总统可以管得到的吗 那如果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那真的是征服宇宙了 韩粉就去抗议 就去洗版这个祖克伯格 那难道祖克伯格 会是挺民进党 或是挺绿吗 或说绿营 蔡总统 小英总统 有办法去控制 或是说服祖克伯格 要让他让这些 这么多的韩粉社团 让他下架 来施基 怎么看这个 我们说这次选举当然选举 台湾已经历经这么多年了 怎么今年谣言这么多 特别是这种很容易分辨真假的 但是韩粉好像还是深信不疑 对 我觉得就是可能心不太安 就是这些动作某种程度 都是在预留选后可能造成的 动乱做准备 那这实在对台湾来说不是好事 更何况我们选举也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选举 我们通过这么多的选举 你怎么会不知道选举的规则是什么呢 你就 我觉得韩粉可能会心里面有一些忐忑 因为他们的确跟去年的状况不太一样 韩流真的有在消风 那这个消的程度是多少 没有人知道 只是看得出来 市面上各家媒体的民调的确是 那个落后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我相信对于这些韩粉支持者来说 我心中是焦虑的 因为心中焦虑 所以就会找出很多的借口 然后找出很多的这个怀疑的点 中选会一定会坐标等等 这叫太空太香 对就会想一大堆奇奇怪怪 旁门左道的这些理由 可是因为台湾是一个 不是第一次选举的地方 说这些该怎么走那个规则 其实都训练有素 这些造谣的 然后这些怀疑的 我是觉得大可不必 他反而会使得大家的心情上面是浮动的 为在选后台湾的那个状况 会不会因为过程中的这么多的谣言 然后反而有了一个制造动乱的好机会 我觉得那个是很糟糕的状况 那至于说这个脸书的社团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脸书的规则 那脸书是不是只针对这些挺寒的 当然不是嘛 他是全面的清理嘛 那所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被清掉 一定也有其他的被清掉 那只是他的规则是说 冒用的人头账号啦 然后用一些不被允许的方式去冲高流量啦 假的账号啦等等 这些不符合脸书规则的这些才会被撤掉嘛 而且其实也不只是脸书在做清理账号 推特也在清理账号 之前也有一些 这些社群都在清理账号 为什么 是因为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嘛 全世界都同样面临了这个 这个假账号 然后网路攻击这样子的状况 那所以大家都在合力的 要对抗这样子的状况 那全球都在合力对抗这样的方向的时候 然后韩国瑜的支持者说 没有你们都是只针对韩国瑜 韩国瑜会不会听不下去 韩国瑜没那么大啦 没有大到说全世界都只针对你为目标啦 那如果民进党政府真的可以操纵脸书 又操纵澳洲政府 操纵王立强 操纵香港的这个反送中 他说增幅宇宙啊 太厉害了 强成这样 为什么要不支持他呢 当然要支持啊 就如果 如果 如果这个韩国瑜的支持者觉得 一切都是民进党的阴谋的话 我会觉得实在是 太 太脱离事实 然后完全跟这个 这个世界是平行宇宙了 对分这个时期分析很清楚 但问题是恐怕韩粉会听不下去 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删绿营呢 为什么都是删韩 韩国瑜的118个粉丝专业 菲芬姐是不是韩粉没办法接受 特别是这些讯息啦 这些谣言 我们说宁可相信谣言 也不相信这个真相 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到处去传 特别我们说杨大妈 其实也是蛮有名的 之前闹出很大的风波 他又不断来传 这是不是内心所谓的焦虑 或说内心是基于一种仇恨的原因 其实不会 我觉得韩粉是生活在 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圈子里面 所以大家传得很高兴 像我也收到很多这个 什么游墨不甘 到时候折起来会被票 我也有收到 然后他也会发一个讯息说 分析一下全省 哪些县市得赢多少票 总共加起来赢153万票 你知道他满街船 那问题是他就生活在 他自己那个圈子里面 你说他有没有焦虑 当然有焦虑 他们当然希望韩国瑜 所以153万票都赢了 而且他就拍那个照片说 你看这个蔡英文 号称那个民调那么高 然后人那么少 然后韩粉人那么多 然后网路冷冰冰 那个民调冷冰冰 他会传给所有的人 那你收到以后你看 你相信或者不相信 然后很客观去评 我觉得那个很正常 他们是真的非常积极 还会冒充一些人的名字 然后做一些假文章再传